接下來跟各位談的事情是第一個滴管 滴管的使用就是上面想正確是壓一下然後吸起來然後壓一壓滴出來 重點叫做無論如何不要把液體藥品吸到那個上面的乳頭滴管那個吸球上面去 所以不要吸太多不要吸太滿吸到吸球上面去 用的時候就壓一壓然後就會流出來OK的正常使用 然後不可以倒置你倒置它就流下來了嘛 它就流到那個吸頭上去了所以不可以倒置 所以講過了Keyword重點是什麼 不要去讓藥品碰到那個吸頭那邊去不要讓吸頭去OK 接下來是一些化學藥品操作注意事項 我們去觀察藥品的顏色氣味狀態反應的時候 不要把你的口鼻直接湊進去避免吸入或接觸有害物質 非要聞它不可的時候像圖顯示的用手三聞 拿起來揮一揮用手三聞 我有看過一個影集裡面有一個法醫他每次要聞東西的時候 都用正確的方法聞表示編劇導演有注意 這樣才是正確的不會拿起來用力吸頭 那你就麻煩到了 有東西的味道非常的重你可能吸下去就昏倒了 所以這樣子不可以要用圖上顯示的用手三聞不要直接去吸它 然後剛剛前面跟你講過了 前面說了那個請到藥品容易的時候要沿著撥棒倒下來 然後到處亂噴有兩種方法 一方法一是左手一手拿撥棒一手拿藥品然後倒在撥棒讓它留下來 一手是把撥棒倒在藥品上直接讓它留下來都可以 然後就順著撥棒留 那這個又是一手拿撥棒一手拿藥品這樣子留的 OK 剛才講過了重你叫做不要讓它到處亂噴亂進就退 OK 這叫做某漫畫的錯誤示範 第一個啦 液體要留這麼直很困難 這個錯誤示範 意義當然就是我們不在調酒啊 但是到底那麼遠 它是不對的 第二個不對 它手握的地方不對 我們拿藥品的時候 手會握住標籤指的地方倒 因為你倒完之後你就會有一些渣渣液體留出來對不對 你如果擺過來拿那個液體就很可能會污損你的標籤 你就不知道這玩意是什麼東西了 所以我們會用手握標籤往下倒 讓那個液體不會碰到標籤上 對不對 永遠都知道這玩意是什麼東西 所以它手握的方法是錯的 它的方法就更錯了 就更錯了 可是錯誤示範 看起來很帥 可是不可以 然後混合的時候就用撥棒拿來 比如說會塞 塞子 用力搖都可以 但重點是 你的溫度計不可以當撥棒用 像我講過 你只要敲到一個小道 看不到的地方 它的東西就掛 所以不可以拿溫度計當攪拌棒拿來 這個是超級世界恐怖愛考的重點 這考過N變嘛 請問你如何稀釋濃瘤酸 要把濃瘤酸緩緩緩倒入水中實質攪拌 不可以倒過來做 為什麼不可以倒過來做 因為我們未來會跟一會再交一次 濃瘤酸有強烈的脫水 它很喜歡搶水 濃瘤酸倒到水裡面 旁邊都是水 很好搶 你倒過來做 一滴水下去 大家都去搶 那就容易怎樣 噴出來 噴出來 而且 瘤酸容易水會放熱 所以如果你倒過來做 很可能產生爆炸性的建設 跟油不噴油一樣 啪啪啪噴噴出來 它噴出來的不是油 它噴出來的是濃瘤酸 它未來會告訴你 濃瘤酸毀濃效果特好 毀濃效果特好 你就麻煩要盪 麻煩要盪 所以 那可以倒過來做 這件事情超級世界恐怖愛好 好多N變 請問你如何稀釋濃瘤酸 要把濃瘤酸緩緩緩倒入水中實質攪拌 因為它會脫水 因為它會放熱 因為它會放熱 OK 然後呢 如果眼睛 身體沾到化學 要你用大量清水沖洗 所謂的大量清水沖洗就是請你把它放到水中的蛋面 一直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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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沖很久 沖非常久 不是 手上去晃兩下 喔 沖好了 不是這個意思 OK 所以 實驗室會有所謂的 淋浴設備 沖點器 這邊有個淋浴設備 你看到框 上面框框裡面有個環 一拉就水沖下來 就是洗澡啦 幫你沖澡的樣子 加上要沖點器 沖洗眼睛的 我們的實驗室沒有淋浴設備 但是我們實驗室在老師的桌上有一個沖點器 不過我們沖點器只有單支的 沖點器是兩支的 沖點器是三支的 有沖點器 當你沖到的時候就可以迅速的把它沖乾淨 叫做大量清水沖洗 我們通常碰到這些東西都是大量清水沖洗 大量清水沖洗 就是跟各位提示一些我們的注意的事項 可以嗎 可以 很好